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玛丽欧陪你喝一杯,我是玛丽欧 聊天机器人ChatGBT在全球掀起的AI热潮 在收听的你有实际操作过ChatGBT了吗? 台湾市调公司东方线上公布了三月消费者动态速报 其中有对台湾民众在ChatGBT议题上调查 其中4成1的人听过ChatGBT 不过仅有接近1成7的台湾人曾经实际使用过ChatGBT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或用过的ChatGBT或其他的生成式AI 像是可以生成图像的Meterry,Stable Diffusion呢? 还是你有用过微软的搜寻引擎Bin 最新版本他们也开始加入了GBT的功能哦 今天我们找了两位来宾来跟我们聊聊生成式AI 一位是薛良斌,人称布丁 他是Infuse AI的共同创办人 公司主要协助企业自动化AI工作流程 另外一位是李慕约 他创办了同名公司李慕约有限公司 公司主要的定位是资料专家 提倡任何资料都可以透过视觉化加分 我们今天其实聊了非常的多 包含了两位是如何开始接触生成式AI 并且在过程当中学习到哪些事情 还有各种各样的体悟 他们也将在五月初举办一场 2023 Generative AI年会 AIGC勇唱者年会 但你知道其实他们在去年年底 已经先办过一场AI勇唱者望年会 称为第零届吗? 为什么两场活动时间如此接近 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另外我们一开始也讨论了 为什么年会要叫做勇唱者年会 是要勇唱什么? 在生成式AI中 提示、prompt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一个会下提示和不会下提示的操作者 又会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这场年会强调落地应用 会落在哪些领域和产业的应用呢? 而除了因为AI快速进步 替许多人带来害怕赶不上的焦虑 feel of missing out 这样FOMO的焦虑之外 还有哪些是我们可以正面看待 生成式AI能够带来进步和变化呢? 那我们一起来欢迎布丁李沐约 我们今天的来宾有两位 然后两位都是2023年 Generative AI年会 AIGC勇唱者年会的策展人 那第一位呢先介绍李沐约 大家好我是沐约 那第二位是布丁 大家好我是布丁 这一次就是因为有五月的年会的关系 所以邀两位来跟我们谈一谈 那我觉得因为刚好这 我觉得大概就是这半年 可能差不多半年左右的时间而已 整个生成式AI话题非常非常热 那当然跟媒体也一直投入去讨论 也有很大的关系啊 所以我觉得还是先回到说 接下来五月要举办这个年会哦 那我们叫做AIGC勇唱者年会嘛 那我觉得很多听众可能现在在听的时候 还不太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叫勇唱 为什么要勇唱者年会哦 那可不可以先从勇唱这件事情 开始跟我们说一下呢 嗯没有问题 所以想象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语言是中文嘛 就人跟人的对话方式 然后假如你就是比如说 之前要跟电脑的时候 你需要写电脑语言 就是比如说Python RC 那其实现在跟AI沟通的时候 有一个特殊的AI语言 那这个AI语言感觉像跟中文一样 可是它其实有它特殊的地方 那讲这个AI语言就是讲的人 我们就会就是戏称我们自己叫做勇唱者 有点像是魔法一样 就是你讲一些东西 就会有一些神奇的东西发生 所以我们去年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 就说啊我们都是一群就是勇唱者 我们会用这个AI语言 然后讲这个语言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神奇的 生成式AI的东西会发生 嗯 所以那个就是讲这个所谓神奇的语言 或者说它特别的地方 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个特别的地方 因为沐月你刚刚讲说 它还是用 你可以用中文 当然你可以用各种各样语言 但既然它是这种语言 但它的特别的地方会在哪里呢 嗯它特别的地方就是 有点像是我今天要开始学日文一样 就是我可能一开始会学几个单字 可是我日文可能不是很流利 那其实假如你最近有用过 Mijunian啊或ChartGPT 就会发现 哎其实你很简单 几个keyword进去 你就可以有产生东西 可是你可能很难画出 比如说你要的玛利欧这样子 就是它是一个 你会有感受到说 它其实是有可能 有一个正确方法 可是一般人 好像离那个其实是有段距离 就像是我开始学日文的话 可能学日文是一个好几年的功 可是我第一堂课 我只学一两个小时的时候 我会的东西 可能就只能用来打招呼 嗯 那等到你学真的很贴切 你可以很精准的表达一些东西 从AI完全得到你要的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那是就这两者的距离这样子 嗯 不一定有什么补充的吗 对 因为前次只好看到一个很好笑的统计 嗯 就是说2023年最热门的城市语言 嗯 是哪一个 对 是英文 嗯 对就是这个 O'Reilly可能要开始卖英文了 英文书这样 对 那大家会重新发现是说 我们拿两个不同领域 一个是图片的生成 对 大家会看到这个 如果大家稍微做一些研究的话 你看然后大家都在下一些 关键字keyword 嗯 就比方说 呃什么样的人 在什么地方 他不是直接写整个句子 而是人 地方 然后身上的配件 穿什么衣服 然后背景是 比方说红色的背景 马里奥这样 嗯 然后在什么样的时代 什么样的场景等等的 去描述这个图片的样貌 嗯 或者是风格 比方说举例这个这个 呃 希望是墨内的画风啊 等等的 所以你会拿到一张图片 对 那你这个描述的越精细 然后甚至还要描述说 我不要什么 这样 所以你就会拿到一张 这个符合你想象 脑袋想象的图片出来 嗯 以及说那如果是在跟 我相信很多人 用ChatGPT嘛 对 跟这种 AI机器人对话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说 啊我原来 不大会问问题啊 嗯 就是因为 大家会发现说 你直接去问问题 你直接问一个问题 比方说我要怎么变成一碗富翁 嗯 他给你的答案 你照着做通常没有什么用 对 对因为 其实你并没有一个用一个像 呃我相信 尤其是在各种的 大家工作场合上面 你会遇到是说 很多人问问题 其实在给答案 就是说 嗯 就是 嗯 比方说这个 你 你帮我去 你可不可以帮我去买一杯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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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他已经讲清楚了 嗯 他的这个 他想要的 期待的 然后做法 对 比如说你可不可以去UberEat 帮我订个什么东西 嗯 对 但是说真的 这个人在问的时候 他真的很care是 UberEat还是富胖的 嗯 可能没有 我们是不是可以收两个业配 没办法 对 那 所以很多人在问问题的时候 其实在给解决方法 对 然后他其实也不是做的人 所以他其实根本不知道 那解决方法是不是正确的 他只是 嗯 想到 曾经这样做过 然后或者他这样做过 嗯 那但是在这个 跟一个不会厌烦的聊天机器人 然后他给一些 给一些output跟insight的时候 嗯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去用一些 呃 比较开放式的问题 然后以及怎么样用一些 嗯 一一一系列的问题来获得 答案这件事情 变成重要 对 所以大家重新发现说 哦 原来我不会问问题啊 我怎么样正确的问问题 嗯 或者是说 跟这样AI机器人像 去年底的时候 有一个很有很有趣的 就是说 大家在用GPT3.5的时候呢 然后有一个paper就写到说 你只要前面第一段话说 让我们一步一步来 嗯 就less step by step 对 你只要讲这句魔法咒文 嗯 嗯 它的这个产生的品质 就会好20% 哦 对 那像这些就是 所以我们说这种叫做 你怎么正确的涌唱 嗯 怎么样用这种pump 或者是甚至还有工作叫做pump engineer 嗯 然后来正确的涌唱 获得更高品质的结果这样子 对 所以听起来就是说 就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 有些时候 我们会预设对方 已经先知道什么 或者说这个情境之下 我们其实在讲什么事情 那如果一开始在跟 不管是tragivity 或者是其他的 甚至是AI对话的时候 没有把这个预设跟前提 讲清楚的时候 得到东西可能就 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 没错 就是input是垃圾 或者就是垃圾 对不对 我觉得刚刚那个关键 我觉得就是其实 不做都蛮贴切的 就是跟另外一个人 跟沟通 我觉得最难的东西 就是你要知道 他已经知道什么 跟你要怎么样讲 那我觉得大家在跟AI沟通 我觉得有一个难的地方是 倒不是语言本身 是我们不太知道AI会什么 然后他到底知道什么 嗯 所以比方说 你可能就会问他 3加5等于多少 那可是 for现在比如说tragivity 他这方面是很弱的 可是他有一些很厉害 很厉害的地方 所以我们刚刚在讲 AI语言好像是着重在语言 可是我觉得你有讲到 就是actually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是说 其实要熟悉 到底AI会什么 不会什么 我觉得是一件 很有知识门槛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 一开始在上手的过程当中 因为通常可能大家是 开始在接触的时候 是已经得到一个感觉说 哦 这东西很神奇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 啊 他真的就是一个 我期待就会非常高 你期待说好像跟读心术一样 我讲了什么东西 他就会知道 但实际上这件事情 非常的困难 就是你丢了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才开始觉得 哎你怎么不知道 我想要得到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跟就是一般人 对AI的想象也有关系 就是我们从小到大 长大 对AI的想象都是sky night天王 就某一种 怎么恐怖 我意思是说 它是某一种 所有无所不知的东西 它是强的人工智慧 对 可是现在这个版本 它比较不像是这个 它有它很厉害的地方 对 可是它不是每个秘乡都超厉害 所以找到说 什么地方是人类比较厉害 什么地方是AI比较厉害 怎么样可以co-work 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是在学习 是一件最难的事情 刚刚沐月讲的那个天王 就是魔鬼终结者里面的 我需要澄清 因为我们的观众不是所有人 对 对 你看这就是 这就是沟通的 这就是沟通的 这就是沟通的预设 我需要补充一下 预设魔鬼终结者的天王 但是刚沐月讲的一个关键字 就是强人工智慧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大家可能也还是不太 可能还是有些人不清楚 所谓的强人工智慧 或者是弱人工智慧 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 或者是我们现在 一般在谈的AI 我们到底在谈什么东西 它的分别又是什么 我们先说一般的人工智慧 这个大家一定都用过啦 比方说这个你拍张照片 然后你希望修图 那这个后面也有一个演算法 就是AI智慧 就是演算 人工智慧演算法在帮你做事情 那或者是说 台湾在这个台湾工业强国 所以各种制造业 其实都有很多的AI应用 就是瑕疵检测啦 原物料的这个价格预测啦 然后怎么样做一些品质管理的事情 那这个台湾做得很好 那我们讲到这个 或者是这个股票涨跌预测嘛 对 那到这个所谓的这种AGI 就是强人工智慧 我通用人工智慧 讲的就是说 其实他平平有一个 这种很清楚的定义 所以大家定义都不一样 那最近是OpenAI的 San Osman就讲说 那我来定义一下呀 这个所谓的这个强人工智慧 就是你会觉得 你会可以跟他一起 共同工作的 等级的这个AI 就叫做强人工智慧 对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定义方法 我觉得还蛮贴切的 就是average human 然后你可以一起跟他工作 这样 一般的 但其实讲完就觉得 听到好像什么东西 但是实际上去探究 就觉得他有点模糊 对 因为他就是一个boss war 对不对 这跟Web 2.0一样 对 或是Web 3.0 OK 沐约刚刚是不是要补充什么 没有没有 我只是就是 纯纯纯好奇 就是所以在这样的定义底下 现在的GPT 3.5 就穿GPT或GPT 4 应该还不到 对啊 远远不到 OK 所以像回到这年会 因为我知道其实去年 我那时候听到要办第一届年会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到说 等一下我怎么觉得好像 这件事情 曾经好像短期之间有发生过一次的感觉 短期之间有发生过 对 然后后来回去找 就是发现 它是第零届 对不对 一开始是第 这是第一届 现在5月这个 2023年5月是第一届 然后去年好像11月嘛 是第零届 对我们去年12月的时候 办了一个第零届 然后Turnout也是世界第一个专注于Sentence AI的领会 而且有人是说 我们三个礼拜后我们来办个活动好不好 你说那个第零届吗 对啊 我们后来回去看 就是大概花了10天把它办完 就是从真的 上个礼拜说要不要 然后到10天前说 哦那我们来办吧 10天后就有活动了 OK 好那我们回头来看一下 就是第一 第零届这件事情 它一开始是 为什么突然想要做这件事情呢 有所以我们 就是我自己去年 在开始专注就是AI生成图片这部分 然后那时候就想说 哦那好像很适合 因为这个领域有点 就是有点太广了 然后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有个机会 可以跟其他人一起交流 所以我们本来接近12月的时候就想说 哎那我们来办一个就是稍微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来交流 因为我很想要从其他的讲者上面学习 然后结果时间一近的时候 那时候TryGPT就也出现 然后那想说哇 TryGPT的出现 好像比生徒 Mint Journey这件事 还影响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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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 然后就是是在 就是各行各业感觉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想法是说 哇就好像跟一种工业革命等级的改变是一样 可是那时候讲的还很心虚觉得 工业革命那是一两百年发生的事情 对对所以那时候工业革命都是很小声讲 然后所以我们就在很短时间内 然后很就是我很荣幸就是有很多的朋友 一起呼应 然后我们就找一群我们都很彼此尊重的人 然后其实主要真的是想说 这个领域可以跟彼此交流的话 我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是抱着这样的出发点 我们办这样的活动 那原本是shoe for大概一百人的规模 后来报到大概一百七十人 所以这是去年就是很快很快的一个误打误撞 然后就就非常 那那那那跟今年的就是现在这一次 更盛大两天的这样子的差别是什么呢 为什么要这么近的时间之间突然觉得 咻我们要来弄一个更大的年会 哇在AI的领域就是真的发生非常非常多事 不如丁你会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因为 我觉得讲一个概念就是世博级 嗯那第0级比较像是那个Netflix啊 Pilot级 Pilot级 OK 给你先看一下对啊 所以现在只是第1级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 所以刚刚有这个第1级比较正式的感觉 然后另外也是我觉得 虽然才过五六个月 可是这个领域真的发生太多事情了 就是嗯 所以叫GPT是GPT3.5 3.5 然后其实很少人有听过什么是GPT3 因为3到3.5有一个很巨大的改变 让3.5非常好用 那现在其实已经不是GPT3.5 现在是GPT4了 4比3.5大概是高中比大学的程度 8岁比大学 8岁比大学 大学 OK E是这样 然后现在也不是GPT4 现在有GPT API 有GPT加Plugin GPT加搜寻引擎 就是你想像你以前有一个简报 是在描述ChartGPT是什么 它的简报可能就说 ChartGPT不能联网 它的资料只有到2011年 然后它没有逻辑思考的能力 现在这几项全部都 就是在这几个月完全被打开了 所以我觉得好像捕捉到AI 现在进入一个很不一样的时代 就是以前的AI的进展可能 可能是可以 比如说一两年可以follow一次 现在是真的是几个月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版 然后那是非常惊人的 OK 在那个 因为我自己在做AI 在海景第一排 就是一个礼拜二三十家不同的公司啊 应用出来这样 那我觉得回到是说 为什么要办第一届 其实有人在第零届的时候就放话说 五月要办第一届啊 对 就沐约 对啊沐约啊 再结束就说我们520的时候就要办第一届 然后你就 我要你要办什么 可是我觉得最近很有趣啊 是说 因为这个题目真的很夯嘛 其实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月我知道有十几场不同的 就是三月四月都有大概十 一个月大概十几场不同的 像讲TradeGPT啊 AI啊 各种生成室的机会与挑战之类的讨论 论探这样子 对 那我会觉得 我很想要办这个活动是因为 其他的都在讲趋势 趋势 对啊 趋势观察嘛 就是未来可以怎么样 对 但是我觉得这种talk 你会越听越焦虑 嗯 就是啊 未来可以怎么 我怎么还没有 跟上这样子 do something 对 然后就是很多这种 你会越听越 越 越 疯猛嘛 嗯疯猛 对另外一件事情是说 因为很多人没听过 嗯 所以你活动不可能讲得很深 你说 呃 就是参加的人 可能还没有听 没有试过 试散过 对还没有试用过的时候 你这个你要办一个 比方说一小时的讨论 就你前20分钟都在教别人 怎么样注册 然后开始用 那你就讲不到什么神 深入的事情 对 那所以我们五月年后 我们就希望来的人就是 你都用过了 但你有一些疑惑 嗯 就是像刚刚说的 啊我 我没有下好pump 所以我拿到的 嗯 就很垃圾 对 那但是别人用的好像很棒 对 他到底怎么做到的 那我觉得我们设定就是说 我希望我的每一场的token 就是别人听完就想说 我怎么没有昨天就知道 嗯 然后接着就是立刻 比方说如果是马里尔 你来的话就是 哎 你听完就是 每一场token 我最期待就是 你每一个场token 就要去聘一个 你的team member说 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我们昨天就应该用了 嗯 所以我们立刻就可以adapt 那大家可以一起前进 嗯 所以这是我对于这个年会的 非常高度的期待 嗯 就马上可以上手这件事情 是我觉得跟其他活动 可能最不一样的地方 但前提也就是说 其实你应该要先去 使用过 不管是哪一种 然后你才会有 你才会有困惑嘛 就你今天 刚刚布丁讲的 比较像是说 哦我们好像应该要 试点什么东西 试点什么东西 但是你带的是一种 哦 其实我还不知道 他能够做什么 或者是我自己没有困惑 没有挫折 那通常有困惑 有挫折的时候 你来这边得到的东西 应该会比较更多一点 对 我觉得这有点像是 就是学习有两种 有一种可能就是 我去学校上 一年两年的课这样子 然后有另外一种是 我真的是比较有问题意识 我有目的性的学习 我觉得 for这个AI啊 像这么 资讯混乱的东西 其实你要随便选 你都可以学很多 可是真的 可能要可以很快 就是有效果的话 我觉得可能要有 这种目的性 就是 我真的是要 解决我工作上的某一个问题 或是我真的是想要做一个绘本 有这个目的性 你才会发现说 哪些地方其实是不work的 for这个目的性 然后我觉得这种 TA是可能最 最适合来参加 就我们年会的 然后 我也蛮鼓励 就是假如有 有考虑要参加这年会的人 就找一个 可能跟你生活或工作中 有的问题 我觉得是最 会最有收获的 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开始 但就是说 像我们刚刚讲的 你可能 以这一次的第一届年会来讲 是需要你有一些始作的经验 跟 你说尝试或挫折或想法 那 怎么开始 或怎么踏出这个第一步 我们可不可以现在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这样他们五月 就可以来参加这个年会了 没有问题 我讲我的 然后 我觉得我的版本 就是真的是 就是生活中有什么东西 让你觉得好奇 然后你很 你很有爱 就是 很有爱的 比方说像 我觉得 在深层图片的时候 可能就是 你有一个特定 想要表达的主题 你有想要把这张图 送给某一个人 或是送给一个 你朋友的小朋友这样子 那你就有一个对象 然后我觉得 有这个对象的时候 是最容易 我觉得最需要的 就是你 你会想要知道 随便生产什么东西 是一件太简单的事情 可是你会想要 有一个目标 是说 我假如这张图 是要给那个小朋友的话 他会不会喜欢 这是很明确 对跟错的目标 所以我觉得 设定这种目标 我觉得是很有帮助 这在 比较在个人上面 然后在工作上 就会是说 你工作上 会有很明确的说 我假如这封 是要拿来写email 或是我这是 比如说简报表题 我就有一个明确判断说 他是好或不好 那这个判断好跟不好 是我觉得 对进步是非常critical 不然我觉得 我常常看到 另外一个 很容易踏入的困难 是说 我就是一直生一直生 漫无目的的一直生 产生很多东西 上初没有一个简合 说我要怎么往 哪些地方还不够 我要怎么样进步 所以这是我觉得 对我来讲的第一步 OK 然后括号一下 我们有一个 Facebook上有一个 AIG系绒唱者社团 欢迎大家上来问问题 OK 昨天晚上有人问了一个问题 是说我要怎么样画出一个 天使的图 天使的图 对 我觉得这个非常经典 因为他问的问题 一开始就是没有给足够contest 对 所以 就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问题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样 对 但我不知道他脑袋里面 天使图是什么 所以我就说 你有没有更多资讯 有没有这个 这个画风啊 然后 请进啊 什么样背景啊 等等的 对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 我作为一个AI机器人 在跟他对话的过程 但你看这是一个很棒的开始 就是他想要do something 或是说 我周遭的 因为我常常在 比方说AI深图 我常常在画图 所以我朋友就会来问我说 我想要画一张 什么样什么样的图 我要怎么做 对 对那这是有intent嘛 所以你才会有动力去做事情 对 那或是说 其实人人都可以去注册 CHPT的账号 就你有去没有就可以注册嘛 对 对那就是应该立刻行动去 拿到 然后拿来玩 看看别人 然后随便 摄取一下 看看别人pump 嗯 然后我有一张 秘诀 秘诀 对 分享一下 如果你不知道 你要问CHPT什么的话 对 可以说 我现在我是CHPT 你是人类 你可以问我一个问题 反向 反向 你就会拿到一个 你想想说 这个问题 你这问的怎么那么棒 对 立刻可以试试看 OK 反向去操作 对根本是tutorial 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问题 你可不可以 这个我是JPT 你是人 然后你问我 而且他非常棒 你刚才讲说 我不会 他说那我教你 然后就这样 对 对 对那你还可以问他说 那你觉得我回答怎么样 对 他会非常开心 你说我决定刚才回答不错 哪里可以改进 OK 这个我们录音之前的时候 那个布丁就有帮我们画了 一系列的图出来这样子 就是画一个玛丽欧 但因为玛丽欧这个造型 太过于鲜明 所以我们要试着避免 这个面对任天堂太强大的 律师群的时候 我们要 那时候其实这个 这个就很有趣 就是那个规则 或者说这个context叫做 你要让他看起来 大概知道说 对 他是来自于哪里 但是你又不能够 在太过于明显的 让人家知道 他是什么 在这样前提之下 那个布丁帮我画了 非常多的 玛丽欧 他说第一个版本的时候 我们就说 这个百分之百 应该会被搞吧 但到后面的时候 其实就很不一样了 所以就是 不断地尝试 其实是蛮 蛮大差别的 然后 另外我好像 好像听过 或是看过 就是像刚刚讲 我们刚讲很多画图 这件事情 其实有些时候去 有点像逆向工程 就是反向去猜 这个到底下了什么指令 才能够画出这个图 这件事情 其实变得很有意思 就有点像走在路上 然后你看到什么图案 就想说 我再猜猜看 他的prompt是什么 这是一件超难的事情 虽然现在有describe 什么之类 可是 我觉得它是一个 超级好的练习 就是你在想说 我已经有这个结果 我要怎么样达到 这件事情 这个专业人士 就是还是需要放松一下 所以想要请教两位 有没有什么 可以放松的方式 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最近真的 AI做真的太累了 所以我觉得我放松方式 跟了跟需要脱离 就是萤幕有关 那我觉得持续有在做的 就是运动 我觉得当然有 然后从去年开始 我开始重新学会 怎么样appreciate这种按摩 然后所以就是 我有去这种 就是按摩是很 很不一样的 就是以前的按摩 都是很不一样的 但我为什么听起来 就觉得有点怪怪 好你说 以前按摩那种 就是很大力 然后就是 就是按很痛的 对 然后可是我后来有学的 就是我觉得 按摩很不一样的地方是 对方给你关注 所以就是对方在 就是很细心的照料 就是你的细体 身体 身体跟就是心情 然后我觉得那个 是一个我还在学会 怎么样享受的东西 所以还没有完全领会的原型 还是很痛吗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我还在 我不知道 然后可是我很享受在入门 然后我才 哦原来就是 原来按摩 他不是只是 可能把你的筋推开而已 他可以是另外一个人 就是很照顾你 很关心 可是可是 我对于说 如果他的做法 都是差不多的话 那你怎么样单方面 去appreciate这件事情 就是你的感受可能是 就是你有觉得 爱爱你会哭出来 你会觉得 应该是痛吧 没有没有 不是痛的哭 他就是很轻的 然后就觉得 哇你好被照料 你好被拥抱的感觉 像是 我觉得我的感受 是像是 你去看了心理医生一样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件 就我原本就想说 哦筋物油按摩 就是 他就是 多一点香味啊 为什么会要多贵这么多 然后可是我后来 有比较感受 哇他就是真的是在 照顾你 照顾你 对我的感觉 像是看心理医生一样 补丁 我反过来是 最近超兴奋 所以我一点都没有 这个 感觉到这种 什么这个太累压力 不过我放松哦 我会看漫画跟动画 OK 然后尤其是看那种 比较有叙事故事的 那种剧情很脑洞 这个作者怎么会这么厉害 可以把第一集跟最后一集 接起来之类的 对比方说什么 最近被这个 知己推那个什么 天国大魔镜 OK 超棒 对是个 作者是从天空中 然后让你看两个 不同时间的视角 这种感觉的漫画 大推 然后还有什么 种植国 就是那种 这个 因为现在那种 网页上面看漫画 它是 比较像直的 然后在卷 所以怎么样用这种新的 媒材 这种新的阅读方法 然后做 比方说 它常常会有那种 原本你在书上面的话 就不会做到那种 三页长度的漫画 像这样 那本超棒 OK 对我都喜欢看一些这种 还有情节 然后对 最近还有什么 我推的孩子 对 动画刚上 OK 对 然后那我觉得像这些的话 就是这个 完全不用想AI的事情 的时候会做的事情 可以转换一下 这样子 OK 那另外刚刚我觉得提到 有一个很有趣的点 也是 沐约刚提的 就是一开始你在讲的时候 是在讲图 这件事情 但是后来 的确是 TriGPT出来 文字的时候 变得影响更多 所以你当初在 看图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 你那时候有感受到 那么强烈的一个影响吗 有 因为我自己 就是原本的工作 是在做 资料视觉化 是在把一些文字 借由图表方法 呈现出来 对 一直有一个主题 我很耿耿于怀 是 有一些东西 比较不是用图表 呈现出来 比方说梦境 比方说一首诗 它要搭配什么样的视觉 然后我自己是一个 对于这方面很有兴趣 可是我又没有机会 可以真的花好几年的时间 学习素描啊 或学习画画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当初看到 第一次看到 深层图片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 就是这东西可以 有点像是 我是一个 一直都不会写字的人 然后我终于有一个机会 可以透过这个东西 写出我自己的故事来 所以我觉得 深土对我自己 有一个很大的吸引力 可是我觉得 深层文字又是一个 截然不同的level 就是深土 我可以理解说 它对影片啊 或者是对很多发图 或设计师 很大的很大的印象 可是那毕竟是一个人口 只有占一两%的东西 可是深层文字 就是我们生活中 到处 随时 都是用 我记得杰林峰老师 有一个比喻是说 叫做键盘 键盘白领 意思是说 你的工作上 会用到键盘的东西 suppose所有用到键盘的东西 都是 就是跟ChartGPT 我觉得直接相关 就是你都是需要 打字出来吗 那可能 你会觉得 我原本的打字 是很有智慧的啊 或者是我的打字 是很有情感的啊 这些现在全部都是 就是ChartGPT 受到影响 它可以产出 看起来很有智慧的东西 它可以产出 非常浪漫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这次的影响层面 是非常非常非常惊人 就只要有键盘滑鼠 你的工作 好像就跟这个 游戏系练相关 布丁是什么时候开始 怎么接触到 深层式AI的 一直都有啊 嗯 但就是大概 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 好 不过 我可以讲一下是说 我其实是 我还蛮晚才开始用 什么AI深途之类的 但是因为 我自己公司是AI公司 对 然后所以我其实是 20年底 然后我就应该是 非常早一批 就拿到那个 OpenAI的 这个GPT3的试用 嗯 三 对 拿到的时候 第一开始就是这个 比方说 这个习近平跟小熊 Winnie这个生日 要对他都不大能用 对 然后就是 他就会自我审查之类 伸出来东西 就是 我想很多人说过 他是一个文字接龙 嗯 当然伸出来东西都是 我用这里 可以用 应该很远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旁边 嗯 对 然后后来其实是我 去年下半年的时候 因为有一些这种 公开的商务的演讲 22年的时候 对22年 这个 大概7月8月开始吧 我想要 我想要去拍形象照 你想要去拍形象照 对 是因为 就是因为有很多一些 商务公开演讲 就是这个B2B生意 这样 所以就要有一些那种 手插着啦 帅气的照片这样子 对 然后呢 我朋友推荐我一个 很厉害的摄影师 嗯 就那种商务摄影师 然后我想我要跟他约 我约三个约 我约不到 哇塞 因为这个只有一个人要拍 钱太少 没有当期 对 我拍都拍不到 然后我想说 那个大概就是 这个我6月想要拍 然后到10月 我还没拍到 太厉害了吧 太夸张了 对啊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 开始看到有些人 用那个AI来生自己的 profile image 真的 OK 然后看到说 那我来画画看啊 所以我现在 profile image 就是AI生的 然后我就 商务情相照 财富自由嘛 我再也不用担心 这个谁帮我造型相照 我想要什么风格 就有什么风格 嗯 那也是 那时候是用那种 stable diffusion 这样子的 open source的开源 AI 然后后来 那Miju 就开始在用Miju 嘛 其实目约正好来 好 原因是因为 stable diffusion 画的图 基本上你真的要拿来 商务贩售 嗯 是有困难 他有很多license的问题 OK 就是授权问题 那在Miju 那时候 他们号称 他们把这个 这个license问题解决 嗯 你画的 他们说这是你用的 嗯 所以我开始在用Miju 你开始画一堆图片 这样 OK 大概是这样 那 形象商务照 你下的pump 是什么东西呢 哦 这会非常简单 原因是因为 那个是 呃 你自己训练 自己的人脸的照片 嗯 所以接下来 你就说 这个 这个 布丁 然后 business suite 嗯 然后在什么样背景 嗯 对 或者是我 然后在这个 咖啡shop 或者是我 然后是某种绘画风格 嗯 这样 对 这都非常简单 OK 因为那个模型已经训练好了 OK 我觉得这有捕捉到 深层式AI 我觉得这 最吓人的地步 是这种降维打击 是 你会觉得 这些领域 照理来讲 跟AI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拍婚纱摄影啊 拍形象照啊 或者是很最近 像是LV 现在开始有虚拟代言人 就是这个代言人就 他就是 永远不会变老 然后他可以一直 一直一直拍 所以这种网红 也会受到这个 深层式AI的影响 我觉得这是 一年前完全始料未及的 这种降维打击 商业摄影师 至少少收了我一笔钱 当然啊 蛮疯的 为什么你会用降维打击来 降维打击 就是我原本是拍摄影的 我从来都不会想说 有一天在搞AI的人 会弄到我的工作 可是就是真的 这一批就是 我觉得影响的层面 真的太广 连比如说算命啊 就是算命 就是你可以 把GPT当成一个算命 但我觉得这个导致很好玩 因为我觉得算命 那个涉及到一种 信任感的问题 就你会去找这个老师 有些时候当然人家介绍 他有个品牌形象 人家介绍是一回事嘛 但通常你会持续去 一定是 可能他算得很准 或者说你真的很像 通常是很相信 那信任感这件事情 可能就不完全是 你准不准 这件事情能够解决的问题 我同意 就是有些东西 比起文字的东西 他还有比如说 其他的部分在 比如说你可能 爱上一个机器人 可是就是我意思是说 连这种东西都开始讨论 就显示说 哇 就是你原本没有预料到 这个AI会想到 以前想象的AI 都是某种机器人 他可以帮你就是工厂什么之类的 可是现在actually是 就是这些 放方面面 放方面面 放行业 不过我觉得至少是说 我觉得就拿 这个去年2022年6月 来做时间点 那个时间点如果有人说 以后你再也不用找 任何的专业摄影师 拍任何的照片了 你只要有你的产品照片 对 你就可以直接合成 他在任何地方 给任何的模特儿拿着 任何的知识 怎么样被使用 我觉得去年6月的时候 比方说如果有人来 跟马里奥 你辟取一个创业题目 那个去年6月 你会觉得 这个我觉得 应该说我会觉得 应该可以 那是个未来 对 但是我不知道要多久 对 就6个月 OK 好 那刚刚讲的 其实就是方方面面 都会受到影响 那比如说以年会来讲的话 规划了哪些方面是 我知道讲师都已经出来了 所以大概有哪些方面 是很具体的这个产业 他显然已经有受到影响了 然后有相关的人 他们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他们实作的一些经验 跟不见得是对的 或者说最好的 但他们已经有一些东西 可以跟大家分享了 我觉得从 我邀请了我的A&A同学 是志祺七七 张志祺 然后他们是在做YouTube 然后行销相关的 但他们自己还做了一个 给大家用的 Tripbox产生的service 然后以及说 我们有这个教育类的 我觉得这非常棒 就是我们有一个 在这个东部的国小老师 然后他本身是资讯老师 那大家可以想象 就是 也不用想象 就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就是很多老师就是 这东西好像还不错 但是我太忙了 没有空来做这些事情 因为我要写教案等等的 然后如果你直接简单的pump 帮我产生一个什么什么的教案 生出来东西也很烂 所以老师都说 这个做的比我差太多了 没有用 对 但那个老师我觉得就非常的 就是因为他就是老师嘛 他知道教案的水准是怎么样 对 然后他知道怎么样问对的问题 所以产生的东西 我觉得非常出色 我们特别 我觉得这个是 我看到一个非常期待的 就是 像同一个领域来跟你说话嘛 对 然后以及说我们有这个法律相关的 然后有这个金融相关的 就像羽山银行的讲者 然后呢 那我们也有这个从这个 比方说 iChief的这个创办人 对 然后后来讲说 怎么样创造一个 这个你的代理人 对 然后还有这个 最有趣的是 还有宝博士 然后他来讲 怎么样 说尖上的AI嘛 不过我就说 AI做炒饭 我其实 我自己非常期待的talk会是 从我们赞助商 A Missing Talker的一个talk是 他们从去年12月的时候 他们创办人就在网络上 po一系列 他觉得AI 好像会彻底的改变 线上学习 然后那时候看还觉得 彻底的改变 感觉有一点远 可是他们真的从12月 然后一路一直 就是内部做组织的调整 然后全公司的组织都 跳下来开始用AI 以及他们开始打造 就是把AI导入 就是线上教学的这部分 到今年三四月的时候 他们有就是线上释出 就是一些可以用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 还蛮期待 那另外刚刚po一有讲到 我觉得有一个面向 我也特别感兴趣 是说 作为一个这么大的组织 要怎么样把AI 在组织内落地 所以包含就是 玉山银行的就是talk 是我自己非常期待 然后还有一个 台湾用很多很多的工具的 talk是叫做Explain This 是他是在分享说 你要下这个 prompt咒语的话 你有什么样的样板可以用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多人 在用的一个网站 他们就是也会在讲 他们的下一步计划 我觉得回到这个图像好了 因为我们也有邀请 那个时间大学的讲师 然后来讲这个 怎么样做影片 因为影片我觉得已经最前年纪述了 大家都要看图片 影片现在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然后以及当然就是我们找了NVIDIA 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 NVIDIA会来讲 如果是作用中人宇宙的东西的产出 然后还有像李一致老师 我想就是 李一致老师是我们去年年会里面 就是拼分最高的 就是 讲者 对 就是他非常精彩的深图 然后他怎么样真的把它运用在 他的教学现场 然后带学生可以入门学会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 至少去年是非常 评价最好的演讲 那我们找了14场不同的TOK 我觉得这会非常期待 两天吗 对 非常的丰富 那就我们刚刚这样聊下来 我其实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自己大概也有这种感觉 就是一个 就你们自己目前可以比较容易 讲出来的一种差异性的话 就是会提示会Pump跟不会 他的差异性 有没有可以比较让人家容易理解的 一种描述方式 就是OK 我们现在是在对一个会对话的AI 然后可以不断的提供资讯 然后让他修改 更容易达到你要的结果 或满足你的结果 但是会跟不会之间 你们能够想象的那个差距 或是可以跟人家描述的差距 大概是什么样子 就是会不会有一个例子 会显示说一个会的人 跟一个不会的人的差别 我现在想到都是很图像的 就是有一些图 就你可以看到他真的很细腻 他可以讲到他恰到好处 跟有一些就是看起来是很入门 就是大家都会Cyberpunk的东西 或者说有没有你自己 就这样过来 这样六个月 八个月的一个经验 就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的变化 我举个例子 因为我自己在 我自己用这个TradeGPT 做了一个AI的产品经理 好产品经理还没有失业 大家不要紧张 但是做的事情就会是说 你原本就知道这个做产品 就比方新创公司做产品要什么 就比方说你要写出完整的产品规格 产品规格包含什么 你要清楚的跟他讲 比方说要有这个Go啊 然后要有这个User Story 然后要有一些这个KPI Matrix 对这些你要跟他说说 然后你写了一个这种产品的规划文件 要包含这些 那当他列出来的时候 这其实是一个对话过程 对 然后所以你要说 哦那从这些KPI里面 这个新创会说 这个你要选一个Focus的 这个叫做Nostar北极星 北极星 对帮我选一个 然后告诉我为什么 对然后呢 以及说那你要继续跟他对话说 那每一个就是怎么展开 所以这是一个 你原本知道这件事你怎么做 然后你跟他讲叫他做 那这时候会改变的 就跟我觉得像刚刚讲的老师的教案 会改变的事情是 你原本写一个这种 这个产品规划文件 你自己一个人写 可能写三天 写完了一份 你今天用GBT这样的生存语言模型 你只要钱包深度够 那你可以10分钟生100份 然后你还可以拿来做比较 还可以叫他说 哦这边有这一份跟这一份 帮我比较有缺点 然后把它合并在一起 OK 对那我觉得这是生产力的 非常大的解放 如果你知道怎么样正确的 问对问题以及有工具 你原本你的产能是三天一片 你现在是一天十几篇 一天几十篇 那甚至是 我最近跟一些人聊到 比方说原本你要自己去 大家可以想象吗 我觉得你可以想象你 比方说如果你说 你找个助理 帮你去看 这个某个东西的最新趋势 那你要先跟这个助理讲 你要看什么 他要知道哪些重要 哪些不重要 但现在用这种 这种TRAGPT的service 你其实是可以说 帮我去 不用推的好了 然后每天去爬某个 比如说区块链 的最新新闻 然后根据我既有的一些喜好 帮我滤掉 我觉得不重要的东西 剩下的东西列给我 还有包含一个summary 告诉我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对那这件事情 变得非常可以做 你看你原本 就是Trader一直在花 要花很多时间 然后你可能要一个个进去看 过滤 对你还要过滤看 哪些东西不要 但这件事情可以变成一个 非常简单的service 然后帮助你更快吸收到知识 我觉得这些都是十倍 百倍等级的不同 那跟别说写程式的人 就是我很多的 我最近常常遇到一些 为什么突然顿了一些 对因为我最近常常遇到一些 我这个工程师朋友 我顿一下是因为 最近遇到一些工程师朋友 是因为他们在矽谷失业 所以我顿了一下 但是你知道 就是这个在大公司待的 这个比较安逸 然后当我刚刚讲说 你可以跟这个 这个GPT Copilot 写程式的时候 一开始他们无感 无感 对 哦那就autocomplete啊 我知道 他就自动完成嘛 然后当我demo给他怎么样 正确使用的时候 比方说 你要跟Copilot 更好协作 其实是你写程式的注解 哦注解 对你知道写注解就好 他会帮你把整个文件写完 你知道说 这边要做什么 目的是什么 他要input output是什么 里面的code他来写 OK 而不是你在那边按tab自动完成 这个是这个是 上试记 对我说这个是这个level one 你怎么样用这个autopilot coopilot level two就是你要写说 你写好 嗯 define说这些 你知道你是资深工程师 你define好这个架构 嗯 每一个是怎么用 然后他 然后之前工程师帮你写完 所以你就有无限个 之前工程师帮你工作 啊 你就会是100倍的这个 现彩力这样子 对 嗯 我刚刚想到的就是 两个例子 一个是我们公司的同事一节 就是他 前阵子 我就做一个蛮酷的东西 就是因为他每天都会看说 昨天发生什么样新的 啊 会在AIGC这个社团里面 po这个每天的电子报 所以他有一天 他的demo就是 他花了半个小时时间 他做一个夸夸群 所以夸夸群就是一个 就是中国 就是还会是一个付费的服务 就是你付他几块钱 然后你很需要被赞美的时候 就会被拉到这个群里面 然后里面的群里面 就会疯狂夸你说 哇 尹杰你好棒 就是你喝咖啡 很棒之类的 夸夸群 所以尹杰不会写程式 可是尹杰做一件事情 他就就是跟就是GPT对答 然后他在半个小时的时间内 他就做了一个line的机器人 这个line的机器人 是就是夸夸群的作用 以及跟他讲说 啊我今天喝了咖啡 机器人就说 哇你喝咖啡好棒哦 就是要提神要加油哦 然后他就说 我接下来去遛狗 然后他就说遛狗很棒啊 什么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 我觉得很难以想象的是 他让很多人对于 比方说城市的进入门槛 瞬间拉低了 就是本来有 就是你要写一个linebox 是一个还是稍微有进入门槛的东西 可是现在就是你要开始做这件事情是 好像你问问那些个问题 你跟他互动 你就可以慢慢学会 因为好像是hiker任务里面 你就是low一个城市 然后就很快就可以知道 突然就会了 突然就会了 嗯 这是一个 就是你会了吗 not yet 对 not yet 然后第二个 你刚刚讲一个具体的例子 是假如你现在手边 就是有GPT加病的话 你可以问的一个东西 是说 比方说你想要知道台积电 你很关系台积电的股票 你也记得台积电股票 所以这个的那个prompt 这个涌唱会是说 我想要做一个台积电的pastel分析 然后我想要这个pastel分析 最右边会是台积电最新的新闻 然后右边的第二栏 会是这个新闻 对股价的影响的高中低程度 然后轻易表格的方法呈现 所以你可以把这两句的prompt 写进去 那他就会做的东西 他是会run一个pastel分析 pastel分析就是 他会从台积电的政治经济 环境的因素 去分析说 台积电就是最近有什么样的新闻 然后他会挑一则 最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新闻 然后告诉你说 这次政治新闻 会怎么样影响台积电的股价 然后你这个分析 它是你现在做 它是及时的去抓 最细最细的新闻 所以以往你要做这样的分析 你可能会 可能需要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可是今天 你每天早上 或随时随地 一问这样病 你就马上有一个最新最新的结果 所以那个 我觉得时间的维度啊 跟呈现是很难想象 我刚刚在讲 尤其是沐约后来讲这个例子 我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前一周吧 我看到华盛顿邮报 有一篇报导 是说有一个美国的大学教授 然后就应该说 他们写了一个报 他们要做一个研究 然后问说 有没有美国的法学教授 然后曾经被控告过性侵 这件事情 AI他就生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报告 然后跟他讲说 有 有这个人物 然后讲了谁 然后还引用了四个报导 都是虚构的 都是虚构的 对 那这件事情就很有趣 就是说 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越来越知道 也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比如说 你问他餐厅 虚构出来餐厅 我记得几个月前 我在推特上看到的 就看到这件事情 就是 这个一开始觉得没什么 直到后来发现 这些餐厅都不存在 然后这是一个 然后我前几天问的时候 虚构了五个podcast出来 跟我讲说 这是台湾 现在最受欢迎的podcast 然后刚刚讲那个报导 所以 这件事情 我们要怎么去看待它 或者说这件事情 它未来 是 就不会再发生吗 还是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件事 就exactly是回应到 就是我们刚刚的题目 就是 要知道说 什么东西可以依赖GPT 跟什么东西不能依赖 我觉得这个 真的是一个 好像会需要知道 AI怎么样work的东西 所以 比方说 以前对于ChartGPT的 一个描述是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所以他可能有 文主人的口才 可是他没有 李主人的智慧 他没有任何事实差 可是这件事 在最近有很大很大的改变 就随着 就是 GPT4 再加上Beam 他可以做的是 他直接搜寻网路上的资讯 然后他会把他的 source给你 所以他可以解决的方法 的一个面向是说 我真的告诉你这件事情 然后他可能是错的 可是我会把它来源给你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 我觉得也很crazy的是 GPT加plugin 这或许 真的有access的人 布丁等一下可以 分享更多 可是就我所知道 GPT加plugin 也是一个 非常crazy的东西 然后 我觉得刚刚最后一个 也是回应到前一个话题 是说 我们真的在看到 这个会跟不会的人的巨大落差 就你刚刚有讲到 就是新闻的例子 我觉得是一个是说 现在想象的 比如说我们在 关键评论网 做的中文内容 瞬间plugin 像GPT其实是很多语言 都可以通行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你跟语言 跟语言的隔阂 瞬间受到影响 对 我觉得这次 我们想要办年会 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跟大家讲一些 更进一步了 就好像用了 所以你会发现 他开始在乱说话 对 到底为什么 因为GPT 他被训练成是一个 这个推理引擎 推理引擎 就reasoning的引擎 就是他的设计是说 他不是要 像wikipedia 或者这个囊括 世界上所有知识 而是他很擅长的是说 你给他足够的资讯 他会帮你一步一步的 这个拆解 然后来 比方说 比方说 我给定我是怎么样的人 然后我要做什么事情的话 我该怎么做 比方说我要减肥的话 怎么做 有什么建议 像这样 然后他是会一条一条 做推理 所以他擅长是这件事情 那你把这个 reasoning engine 然后拿来当 这个事实查核 那就会很惨 因为你根本用这个 错误的 狼头 然后想说 他可不可以拿钉钉子 或者狼头 然后拿来想要锁螺丝 那反过来 很有趣的事情 是我们年会第一场演讲 找的是那个影像之老师 因为影像之老师 他最近都在讲 各种的GPT 确GPT的引用 我想可能听众都知道他 那他说他这次要讲的就是 反过来他讲的是怎么样用 trayGPT 怎么样GPT 写杀人推理小说 然后凶手是trayGPT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非常棒 就是你知道反过来嘛 就是说我怎么样让他都写错误资讯 你知道这件事 你就知道你怎么样不会 不会踩到这件 对所以我觉得老师用一个 完全反过来的观点 然后跟大家讲 而且我看了一点点小说了 非常有趣 那你说你看过他写出来的 老师正在写 OK 非常棒 我想说 哇 我都看了时候别说 哇 老师你脑洞开很大 我是李沐约 我是布丁 你现在收听的是 马力欧陪你喝一杯 刚有一句话 瞬间带过去了 就是如果你的口袋够深 或者说如果你的钱包够厚的话 这句话的意思 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我们现在在使用当中 那跟 因为刚刚举的例子是说 那个老师做教案这件事情 你口袋够深的话 你一天可以产生一百分 所以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 大家可能不是很理解 OK 那首先是说 比如说像米酒 你现在就要付钱 付月费才能用 然后像这个TradeGPT 你有付钱的话 你的速度就是别人的五倍快 然后以我来说是 我付钱而且我是二类的 所以我有GPT4可以用 那如果你想要刚刚的一些东西 在你的公司内部自动化 你可能不会想要直接用TradeGPT的界面 因为太慢了 其实就我来说 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会需要知道 怎么样下这个涌畅的Pump 而是你要做好一个程式界面 让别人用嘛 最后回归的是 怎么样很好的使用这些工具 或是说在这个 你的其他的各种 简报啊的工具里面都可以使用 那这时候就是你要用他的API 那你就要付钱 对 那如果你要一次下一百个 你就要付一百分的钱 这个 对所以这个会不会是 就是就追根究底 除了会不会之外 就资本还是决定了 后面很多事情 可是就是我觉得 现在那个费用真的跟 就是差距很大 超便宜 比方说你请一个人帮你写稿 或是请一个人帮你设计一个主视觉 对 还是要三四天的时间 然后你稿费两三千块 一两千块跑不到吧 一千字 或是一张图 对 生图的话是这个东西的千分之一 然后生成文本的话 是这个东西的万分之一 这个是钱的成本 时间的成本都是十秒钟 所以一个是你要等三天 你才可以看到结果 现在是你只要等十秒钟 然后它是万分之一的成本 就是原本要付他一千块 你现在可能零点一块 就是 就大家常常在做的事情是 我常常看到技术圈的朋友 在做的事情是 书籍翻译 就是比方说你买一本书 然后是电子书EPOP 对 然后原本是英文 对 然后你要翻成中文 现在就是 一杯星巴克的 对 然后你就会获得 这本书的中文版 对 当然就是 它不会比专业的 有落差 对 还是有一点点落差 但 如果你就是快速想要用 对 那就是 两块美金 三块美金 想算一本圣经 两三块美金 就可以翻译 以前那个是要 十年 十五年 这么长的时间 很多能力 现在是真的 很短很短的时间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蛮有趣的 就是说 刚刚我们也都提到 或是说现在可能有在用的人 包含我自己 我的感觉就是说 那个翻译或它处理的东西 就是一个堪用 可接受的程度 这样子 那这些 被影响到的这些工作 它可能需要在哪个地方变成说更重要 或更精进呢 就像刚刚讲的 翻译好了 现在的翻译 如果只是要一个堪用的东西的话 我完全不需要发给译者 但是那 那显然还是应该也有一些 更重要的技术 或者说 是不是那个剩下百分之十 或是二 或甚至不到二十 百分之十或五的那种 更强的程度 变得很重要呢 我完全同意 就是我觉得在一个 就是大家效率都 就以前当 比如说我们三个人 我们都 就是有一个工作来的时候 可能马力欧的效率是最快的 可是 就是因为马力欧loading满了 所以接下来还是要分给我跟布丁 那我跟布丁都还有工作 可以想象 假如今天有工作来 可是马力欧的效率增长到 它可以把所有的工作全部都死掉 那其实我跟布丁就 就没有事情做了 所以我觉得以后这个winner take out 是我觉得更 更crazy的事情 那我觉得就是谁 可能下一个问题就会是说 那谁会是那个winner 我觉得就是那个 很小的差异化会很 就是会很严重 所以比方说 很了解AI的人 很有品味的人 我觉得这几件事情会是 很加剧的 就是那个很 就是有些人的品味 就真的比其他人好很多 所以这是我心目中怎么样看 对啊 我觉得那个很多产业是 海啸第一排 我觉得像刚刚的翻译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 明确的例子 明确的例子 就是他们就是一定会被受影响 那他们工作会不会因此 逐渐在衰退 我觉得一定会 对 我有一个很 很更直接的 就是听打主子稿这件事情 对 就以前我们的确还会 发这种听打主子稿 如果很急迫的话 然后因为听打主子稿 其实它是一个 就你有受过训练 就可以做得非常快的事情 那他们不太有什么创意 或者是需要处理各种 突发状况的一种 一种工作这样子 就会变成 他完全没有 没有事情可以做了 就是照现在 已经有的技术来讲的话 然后现在这个主子稿出来 又瞬间是所有语言 都可以通人 对 就是 我刚刚讲另外是沟通 就是虽然说 其实我们从头到尾 在讲的这个pump 或者是 就是step by step 带着他做 其实都是某种程度的沟通 那只是说 这一个层面的沟通 是在跟AI做沟通 但是当我们在 工作上面 尤其在协作的时候 其实刚 比如说我们聊之前 在讲管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很多层面 都在沟通上面 那你们会觉得 甚至是AI 现在这样子的阶段的东西 会不会有一些 比如说沟通上 尤其是人跟人之间的沟通 它还是很重要 而且 或许它还是一个 就像沟月刚刚讲的 品位 也是一个 就是这种很重要的一个特质 跟能力 它并不会被 AI取代 你们会这样看吗 我rephrase这个 我不知道我了解 这么专注 可是我rephrase这个问题 是说 在生产时AI 这么夯的时候 人类应该要聚焦 什么样的技能 然后我觉得 我自己想到的 会有几个面向 一个就会是 刚刚 这个品位 就是电脑 没有这个品位 然后电脑会 可以回答问问题 可是人类好像还是要 需要问问题 所以问问题 然后观点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key 然后第三个 我完全同意你刚刚讲的 就是 怎么样把这个问题 理清 然后怎么样跟别人沟通 把这个问题 可以定义清楚 我觉得是一个 还是会需要人做的东西 fundamentally 我觉得这个会回到一个 更根本的会是说 还是只有人类 可以被信任 跟还是只有人类 可以被究责 就是只有人类 才可以负法律责任 然后所以 AI不会被告 只有人会被告 所以 我觉得假如要思考 就是 人类可以在这个AI 生产生AI的时代 做什么的话 我会说 就是可以跟别人 累积好信任 做好这个跨部门的沟通 有品位 跟可以把问题问对 问好 我觉得是 现在看起来 都还是人类会做的东西 我觉得是说 首先 我相信 就是我个人 我相信其实是 AI会让人更容易沟通 更容易沟通 对 几件事情 就是第一个是 刚刚文元这边提到 那个夸夸群 夸夸群 对 就是只要原本 你可能觉得某个人 做的非常棒 但其实你这个人 其实不大知道 怎么样称赞别人 你就说他做的很好 你做的很好 但这句话就是很无感 对 其实我去年底的时候 我跟我朋友 参加一个Hackathon 就是线上的一个 那个Hackathon 对 活动 然后做了一个产品 然后这个产品 现在还在乱 然后他在做这个 员工绩效考评 OK 你知道 马列宥跟超有感的 就是 其实你很清楚 跟你的这个co-worker 或是你的部署 他到底表现好不好 他要哪些 做的好的地方 他哪些要改进 其实你知道很清楚 但如果你 你知道有十张标单 要写的时候 你可能会 哇天哪 这是我两天的工作 工作分量 对 但是我写了一个东西 就是说 你只要给Bullet Point 就是谁 什么植物 你给他几分 然后几个point 然后就是 他可以改进的地方 或是他的 值得 值得 这个继续加强的地方 你写这个 我会帮你伸出 洋洋洋洒洒一篇文章 那只要有这个东西 好处会是说 你可以想象 未来应该会是 这种feedback 的look会更快速 像我们公司有弯一弯 对 那比方说 我两周会跟team 有弯一弯一次 那这种 如果你可以给他 更频繁的回馈 那他一定表现会更好 所以员工表现也会更好 那另外是说 其实 这种GPT服务 最近看到的这种 非常很多人在转传 会使用的都是那种 比方说 模拟一个投资人 比方说YC的投资人 然后反而就是投资人 然后你可以跟他聊天pitch 对 所以你在 跟真的那个人pitch之前 你有一个练习 对 所以你 其实你沟通技巧是会成长的 然后你会知道说 我到底怎么样跟一个人沟通 那甚至是 因为我之前去这个 参加一个AI活动 听到一个很有趣的概念 就是说 有些人其实就不会跟人类沟通 有些人就觉得 我跟人类沟通好麻烦 如果我可以透过一个助理 透过助理去帮我 跟人类沟通多好 这样 我觉得这回归道 就有点像是说 就是我们都会 就是我们有受过好几年训练 我们会写字 可是这是一个很多年的训练 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东西 也都是需要训练 可以把话讲好 是一种训练 表达自己的情感 是一种训练 然后学会画画 是一种训练 那我觉得我们很多人 其实一直都有这样的需求 可是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 以至于比方说 可能你在告白的时候 你讲的话就很拙劣 或者是你没有办法用图像 把你的心意传达给对方 生成是AI 是让你终于可以把 你想要说的事情的故事 然后的心意传达给对方 我觉得一个好的工具 它是有点像是 你的写手 你的翻译 你的话实 然后它是来帮助你传达 你想要说的事情 那你们有没有可见的未来 因为我觉得这变化速度 像我们刚刚讲的 六个月变化速度实在太快 但有没有什么可见的未来 你觉得是明确 它接下来生成是AI 会出现的结果 或者是成果呢 或者说年底之后 我们就会看到 另外一场年会又再次的出现 所以有点像是对未来的想象是什么 除了不是失业 对不对 就是正向 不要再失业了 不要再失业了 我觉得大家听到已经很焦虑 不需要再知道更多的焦虑 正面的话 我觉得我可以想象的是 大家可以 会有更多的故事 就是我们活在一个 我们觉得感觉 网络内容很多的地方 对 可是我觉得 我们通常说那个 活之因素啊 它营造了一个 就是文艺复兴的开始 所谓的文艺复兴的意思是说 在文艺复兴之前 那个年代都到黑暗时代 然后文艺复兴之后 它所有的文化内容 成长了一千倍 想象我们现在是 接下来会是一个新的 就是文艺复兴的开始 那舅舅老师 我们一直活在的世界都是 我们现在觉得内容很多 以后都还会称这个 叫做黑暗时代 以后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想象会是 很多很棒的内容 会出现的时候 就是量很多 然后它很客制化 然后它会是品质会更好的 我举一个例子是 就是这是我一个很喜欢的例子 就是很多很知名的画家 像是范果末内 他们都是在1840年 1841年前后出生的 那是因为就是在1840年的时候 那时候发明了那个油画的 那个习惯 终于被发明出来 所以之前油画的颜料 是被储存在那个猪的肠子里面 所以因为要储存猪的肠子 所以你不能把它拿去户外画 那个颜料很容易干掉 而且那颜料很贵 可是因为那个颜料罐的发明 颜料就变很便宜 还有更多色彩 然后你才可以把这个罐子 拿到大自然的地方画 然后才会有印象派 所以刘文瓦就曾经说过 就是假如不是因为颜料罐的发明 就不会有整个印象派 然后可能之后 必卡索也不会出现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一个 刚刚发明颜料罐的时候 然后我们预计在这时候 长大的小孩 他们会有一个新的工具 可以拿来创造 他们会创造我们现在 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东西 这是我想象的 布丁有吗 只到年底 年底好近 我说可见的未来 因为我现在都在看 我现在都在想象五到十年 如果我们就说年底好了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 因为大家正在攻克一个领域 就是正在攻克的一个领域 是这个影片 你看到超级多人在做这件事情 那影片是一个原本很麻烦 你要拍影片就是要找好模特 然后找好场景 然后这个拍片要围理 然后这个原本你要拍大片 就是要非常高的资本 那如果每个人有想象 你早有想象力 那你可以用这种非常便宜的工具 然后就可以做出这个高品质的制片 我觉得这会非常棒 就是原本 你知道吗 之所以会有什么 这个影片会有委员会 就是电影会有委员会 因为它是一个高成本 需要大家协力的东西 但是我可以想象说 事实上有一个人知道 脑洞很大 就可以做出很厉害的动画 我觉得这个在年底 应该就会有一些 更ready的产品 因为现在正在进行中 那以及说 以及我觉得我们半年会 就希望加速这件事情 就是说我觉得在 所有的白领的工作内容之中 你都应该要用 然后生成是AI 因为它是一个 你不应该排具的工具 它就是协助你加速 然后那以 我觉得以企业来说的话 就会是 你要知道你怎么样 正确拥抱这个技术 你怎么样 因此让大家的知识 更能够共享 那做得到的人就会 我觉得一定就会超级领先 因为你很多东西都可以自动化 就像我有朋友 就是说他们的内部的各种的制程 其实全部都自动化 对啊 那我觉得回来的是 生成AI是让你原本 自动化有很多创意环节 没有办法自动化 你就是需要创意 对你知道吗 就跟这种RPA 自动机器人一样 它有些东西 一定要人来做的事情 那它可能还是要有个人把关 但是它就变成选择题 我自动化生成了50个 你选一下 自动化生成剧本 自动化生成广告文案 我觉得这种工作流程上面 自动化就会让 内部的工作流程更顺利 就连比方说像我们这个录音 这个比方说我已经示范了嘛 就是我拿到主子稿 第一件事情 我就让AI帮我 先把主子稿回答过一遍 然后那因为我的AI 还包含了我的知识 所以生出来的东西 有些会是用我的话 那这种事情如果可以 更让团队都可以一起工作 当然可以想象嘛 就是玛丽欧的AI助理 先生出了主子稿 再给布丁的AI助理 布丁的AI助理 再回答完答案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就maybe不是今年年底 但是我觉得应该 就是非常近的未来 我觉得就组织层面 我觉得思考这件事情 有一个真的 听起来我觉得蛮疯的东西 是就真的 这是把知识累积 留在组织里面 就是你真的 每一个人都把他的知识 输入到就是一个系统 然后可能人员流动的时候 知识还是会一直累积在这里面 而且他也不只是单纯的知识 就他不只是data 他不是一个data 他也像是一个思维 对 以前他说要累积SOP 对 这种是很终极的SOP 他就是 这种情况应该要怎么样翻译的智慧 对 刚刚布丁讲的就是 我刚刚 就是我丢给他我们的反刚 其实那个反刚本身是用AI战胜 然后他用他的AI来先回应 但是实际上我们都会调整 就是他不是 人类的选择 对 诠释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对 就不是产生出来之后 直接真的就这样丢出来 好 那今天非常开心的 我邀请了这个布丁跟沐渊 来马六盆也喝一杯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 跟与生成是AI有关的事情 跟讨论 那这个5月初的时候 是6号7号嘛 5月6号7号 5月6号7号 就是我们2023年 Generative AI年会 AIGC勇唱者年会 第一届 地灵界的望年会 然后第一届 相隔不到一年 六个月的时间 就办了第一届 那我也不知道 第二届 我不会就 现在这个 先办完第一届 以后不敢讲年会 不讲年 对 那从刚刚我们讨论 就已经知道 其实他会非常的精彩 但是前提是 你不要完全都 什么都不知道 你就会参加 那收获肯定是少很多的 但如果你先尝试过 有一些困惑 有一些 不知道该怎么下手的地方 那或许 在这个年会当中 可以有更高的 更多的收获 像刚刚已经介绍了 从教育 到大的组织 然后到 教学的 各种各样的方向 其实都可能 会有很多 有趣的收获 所以 我相信 这个年会会非常精彩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谢谢布丁 谢谢木月 谢谢二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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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